不管 反正就很多罩就對了 所以它佈滿我們全身 另外的三分之一叫細胞外溢 細胞外溢其中的我們的四分之一就是血液 剩下的四分之一就是什麼 腦液、腸液、水液那些的 換句話說我們全身佈滿了全部的水 所以當這個水的環境不好的話 你的細胞不斷地在適應這個不好的環境 你的身體的健康就不斷地下降 直到有一天就跟吐司流一樣 等它回饋反饋的時候 對不起已經來不及了 我們的身體也是如此 所以我們喝什麼叫自然最好的水 這是一個WHMO的標準 給各位參考一下 我不輸了 有這麼多 你看小胖子團 不含細菌要吃斑胖子 弱鹼、腹內胃、適量的氧 都很重要 可是世界上還有沒有這樣的水 就是全部都具備有沒有 已經沒有了啦 跟各位報告沒有天生好的水 那如果假設要從這裡面 長出最最重要的最破棄的一項 各位你會選哪一個 普克你會選哪一個 普克你會選哪一個 我現在會選我小朋友 找一杯水 不含污染 你會選哪一個 這麼多項 不含污染 很重要耶 那選哪一個 我會覺得不含重金屬 會感覺到不可能 那有沒有人有其他答案 看了就立馬喝一杯 不含農藥 沒有農藥 其實真的各位你的答案真的是對的 沒有污染物才是最重要的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我們現在外面很多機器 它就是一樣 它會把人家點拉到別人的地方去 各位懂我意思嗎 比如說有一台機器 電解水 電解水什麼功能 電解水有弱解 跟負電位這兩大最強的功能 所以它一直跟你說 我的電解水很棒 很弱解 可以酸減 我有負電位可以抗自由機能 可是它沒有告訴你一個事實是什麼 它的水沒有很乾淨 它沒有把水中的污染物 重金屬 農藥 環境惡物去除掉 那消費者就一直去製作物去買電解水 而且發誓我卑不知喔 那換句話說 如果雅次有個經銷商 他很誠實說 飯總 飯老大 不好意思 我們電解水真的好 可是我要跟你講 一個時代 我們沒有把水中的重金屬 環境惡物濾掉 那你飯老大你還會再買 可是它不會這樣講 所以剛才早前講的 不會致富其短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市場現況 所以我們希望走出一個架頭中 我們不一樣的地方在哪邊 所以如果以世界衛生組織所發表的 所謂健康好水的條件之下 污染物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們現在你看 像說大高一磁磨高一磁 這是我們現在所屬的飲水環境 反正農藥 化肥 所有化學東西都集中在那裡 所以我們的水 各位看 從我們的集水區 酸魚 包括細懸濾會不會影響到水 也會因為空中漂浮等等 所以這是目前我們的飲水環境 從酸魚落下來之後 到我們的集水區 到河川的污染 農地的污染 農藥等等 我們到工廠廢水 家庭廢水 一直到我們的淨水廠 再從淨水廠處理好之後 再到我們家庭的環線老舊之後 到我們的水塔 中端才是我們用的水 所以我們用的水 基本上充滿著污染物 所以既然充滿著污染物 所以我們必須養賣什麼 淨水設備對不對 所以我相信家庭廢應該都有裝設備 應該目前 有沒有家裡還是在喝 從上自由 喝自來水 從上自由 應該很少 基本上都會裝 只是消費者的苦惱在於說 一百多種 不知道到底要選哪一家 所以今天告訴各位 要怎麼選 來 養賣設備 第一個設備各位看一下 一般過濾 從一般過濾 微過濾 超過濾 耐乳過濾到 ROM 甚至到蒸溜 每一種過濾 它就是它的孔徑不同 譬如說一般過濾 火腺耐大概是1.1mL 就是微米 10的負6次方 那如果假設 各位有沒有聽過 這樣直接秀出來看 這是火腺耐的Line 各位 水燕很有名 這個是陶瓷濾 � 陶瓷濾奪 him 它是什麼孔徑 它叫做Mf 就是微過濾 它的孔徑大概是最細 最細到0.05μ左右 那還有一個叫中鋼絲模 然後最后就是ROM 所以ROM我們講 這是大家最常用 ROM就是0.1nm 也就是0.01微米 就是0.01Nm 也就是說ROM 或者是蒸溜 就是最細的內縢 那這麼多種 你看就已經這麼多濾芯 只有這多少廠商在做 你知道嗎 這對根本來講就已經選項很多 那到底要哪一種 好 甚至 剛剛叫做進水而已 市場還出現叫做健康機能用水 所謂健康機能用水就是標榜有健康 所以它的價位又更高 有哪幾個 各位有沒有聽過 保留光氛質的 還有能量的 還有什麼 交換離子 水分子 電解 高能氧 磁化 現在最流行的還有一個叫什麼 父親磷子水 水素水 哇塞 那這樣組合起來 真正真的超過100種 昨天我在陶宇有一個客戶朋友幫他換機 它的叫做什麼 能量什麼什麼 反正那個名字 聽了就是真的沒聽過的 能量 我也忘記它叫什麼 就玄機一堆啦 那個濾芯好多款好多款 重點是什麼 各位 重點是 不管現在客戶你現在家裡用的是哪一種 它的核心過濾是用哪一種 也就是說 如果假設今天 像我們那個客戶 它是用陶瓷氯去過濾 對不起 它的最細只有0.05μ 那表示什麼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過去 那有沒有乾淨 所以我就說 假設各位你現在用的 最重要是什麼 它有沒有濾乾淨 這才是重點 至於它強調後端那個 當然它也很好 很重要 比如說水素水很重要對不對 可是問題它有沒有濾乾淨 如果它有濾乾淨 那我承認水素水不錯 因為它有負氫磷子 可是如果它不是用RO過濾的話 對不起 那它就有重金水 有環境惡物的污染機率 所以各位看這幾隻機動 有污染的污染 甚至最流行現在是這個 水湖你知道嗎 賣那個水 從2000多塊到1萬多塊而已 它就標榜 它是案件一案 它就會造成負氫磷子 所以我們現在最能安全解決 水污染的應該是什麼 那當然對你 你要對水污染的一個界定是什麼 那當然現在廠商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說 它會告訴你 譬如說 你這有沒有案例的指銷槍 就給我打菜一下 順便大家想一下 自己是不是安利的指銷槍的童子 有些人只是產品愛好者 有些人是經營者 不一樣啊 有時候是人情壓力 對不對 有時候是人情 重點重點 電當 這也是我們等一下背後 大家留下來這個交流 那要訂便當 等一下有 我要一個便當 對 你就不要的舉手就好了嗎 還是說有人吃素嗎 我幫你聽聽話 有人不要啊 不要 如果沒有舉手 那我們就全部要 然後我們就全部替 對 1 2 3 4 5 6 7 8 那我給你 好 那你幫我不好意思 好 所以我剛才講 像安利它的標榜是什麼 它可以略掉156種毒素 可以把好的礦物質留下來 那我就可以發現那157種毒素 它只標榜它略掉156種毒素 所以你相不相信那種機器就是說 它會把礦物質好的保留下來 然後會把不好的東西排掉 你相信這個神話嗎 各位 都是都一起都排掉了 所以那是市場上 大家客戶都有信到這句話 它的基金很好 它會把好的留下來 把不好排掉 我們都會心存這種期望幻想 可是這事實是不可能存在 所以最能安全解決水污染的 只有RO跟真6 它才有資格說 把所有東西都去除掉 因為它是最新最新的方式 那其他的國興泰也好 中空思膜也好 陶氏滷水好 對不起 沒有辦法 比如說中空思膜就是次於RO 它是大概0.1微米 可是它把細菌病毒可以過濾掉 之外它沒有辦法濾除掉重金水 比如說自來水裡面有鋁啊 有鉗啊 有鉤啊 它才留著呢 所以這就說最安全是水污染 可是呢 坊間又會說 可是它會不會濾掉不蓋濾的東西 所以有人喝RO喝酒了 他說不行欸 很有功 所以裡面沒有礦物質 喝的會軟骨會幹嘛 所以怎麼辦 那只好喝剛才講的叫機能用水 就是會保留水的活性 可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那它會不會留下不蓋濾的東西 當然賣的廠商當然會有問題說 我的機器設備有顛覆傳統的濾性經過很多道 你一回對不起用這支筆就可以知道 到底有沒有沒有理解到乾淨 但我沒有像那個懸浮的那麼精密 這支筆叫做學名叫TDS 它就是測量水中的總溶解固體 透過這支筆放進去就可以測得出 它的數據就是有多少單位 PPM 比如說我們現在台灣地區的自來水 大概120、130左右吧 每一個地區不同 經過RO模就剩下個位數 換句話說以中空思模來講 講安利好了 安利自來水是150 這支筆還是150 表示什麼 它沒有把重金屬於 就是因為它沒有那麼細 好不好 所以在增加元素的時候 到底污染沒有徹底解決 所以我剛才講 不管各位你在市場上 你面臨的是第100種 還是第2買 第3買 只要你要看它 你就問廠商 那你的貨物率核心是什麼 這樣就好 你就可以進入 那到底有沒有把污染進去 我意思就是說 坊間目前所有的機器 都只在強調標榜它後段的功能 比如說高隆兩亮 父親 但是它對於前段有沒有乾淨 可能它跳過 為什麼它跳過 因為它如果把 譬如說電解水 如果它要把水中的金屬離子濾掉 它就沒有辦法去造成電極法 是半導大 我相信你這個科學基礎應該很深 沒有金屬滿意的離子 它就沒有辦法電極 所以如果純水去墊它 就會沒有反應 除非是很精密的電解功能 才有辦法 所以我們現時的水技大概就是這個模樣 那也就是說我這樣比喻 因為水污染的關係 所以我們人類不得不用設備 來解決一些水污染 所以從剛開始的出過濾 從活性濾開始用 發現污染越來越嚴重了 沒辦法了就一直發展到頂級 就是熬木 濾得很乾淨沒有東西 可是濾得很乾淨沒有東西 又被